大山深处 我们为祖国守岁 大山深处 我见军官兵坚守在站位 大山深处 朦胧月色里 一双眼睛格外明亮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除夕 作为班长 丁苏婉总是把零点的那班港留给自己 身后 大国常见静谧无声 远方 村落中灯火闪烁 丁苏婉轻轻抚摸着胸前的兵种标识 腾飞导弹与火红尾燕组成的符号里 有属于火箭军的梦想与荣光 此刻 她的心中澎湃着一股无法言说的自豪 丁苏婉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站位为祖国守岁 每一次 她都会凝视远方的大山 山 是沉默的 正如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那些火箭军官兵对祖国和人民无声的承诺 夜深了 孤孝的山风吹过之头 树叶沙沙作响 走过蜿蜒的山路 抵达少尉 丁苏婉微微冒汗 今天是除夕 坚守站位 是她迎接新春的方式 18岁那年 丁苏婉走进大山 成了一名导弹兵 十几年军旅生涯里 从青涩懵懂到坚毅钢墙 大山见证了她的成长 此刻 紧握钢枪 守望远方 丁苏婉的回忆慢慢与大山重合 让丁苏婉最难忘的 是新兵班长张衡 在她的记忆中 张衡特别像电视剧 《士兵突击》中的史金班长 心系如发又敢作敢当 对别人要求高 对自己要求更高 一次 旅里组织五公里武装越野 张衡在训练中脚踝受伤 班里战友都劝她放弃 她白白手对战友说 我不算什么 连队荣誉最大 等张衡跑完回来 左脚已经肿得像馒头 在张衡带领下 班里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多次名列前茅 丁苏婉也因为表现出色 受到上级表扬 那年冬天 丁苏婉第一次进山站岗 从小在安徽山区长大的她 自以为对山里的气候了解 没穿大衣就上了山 没想到 刚过了没多久 山里便下起了大雨 天气越来越冷 丁苏婉在雨中冻得直打哆嗦 好不容易站完一班岗 她的嘴唇都紫了 回到班里 张衡严厉地批评了她 还让她当着全班的面做了检查 丁苏婉记得 老班长退伍的前一天找到她 希望和她一起站最后一班岗 行进在山间的小路上 丁苏婉从班长的讲述中知道 自己是张衡带的第一批新兵 那天站岗 其实我一直在港楼后面看着你 张衡说 作为一名火箭兵 认真 细致 踏实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你是我带过的最聪明的兵 但要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首先要克服自以为是这个毛病 浩瀚星空下 班长的话直击心灵 也正是从那时起 不管是训练还是工作 丁苏婉总是格外小心 不敢出一点纰漏 大山无言 在这里待久了 这些驻守大山的军人也沾染了山的性格 在年轻战士心中 班长丁苏婉和大山一样 沉默而温暖 其实 丁苏婉自己心里清楚 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就像应客在树干上的年轮 一圈圈的痕迹里有她的青春和梦想 今年 丁苏婉即将服役期满 临近春节 连长本想让她回家陪陪老婆孩子 她婉言拒绝 让年轻的战友们多回家看看 其实 她还有后半句话没说 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每年除夕夜 丁苏婉都会主动要求站岗 山上的岗楼里 景色随着时间不停变换 从落日吹烟到漫天星辰 她也会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 去年国庆 丁苏婉难得休假回家 儿子跳跳五岁 没有父亲陪伴的日子里 她已悄然长大 一天 儿子突然缠着丁苏婉 想让她做把纸枪 父亲问 做纸枪干什么 有了枪 我就可以替你站岗了 你就能多回家陪陪我和妈妈了 儿子的话充满童趣 却让一个坚强的汉子红了眼眶 闲暇时 丁苏婉会在山上捡些竹子 用小刀刻上字 今年过年没有回家 她给儿子寄去了一个新年礼物 一个竹片上 刻着一个站岗的战士 上面写着坚守两个字 竹子象征着坚韧和顽强 希望跳跳长大后也能当兵 做一名勇敢的祖国卫士 丁苏婉笑着说 零点钟声响起 山外的村落里烟火升空 又是一个崭新的春天 此刻 绚烂的烟花和沉没的大山 是丁苏婉眼中别样的风景 她确信会有更多年轻的战友 走进这座大山 用自己的青春为这个地方 刻上新的年轮 穿过曲折的回廊 悬挂张贴着春联和福字的阵地 有了过年的味道 担负值班任务 官兵们长期在大山里训练工作 时空错位的日子里 难得一见的太阳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山里的生活平淡而忙碌 这天 指导员茶彬彬 在俱乐部里为官兵们播放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 燃料 是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的东西 火箭 是为了梦想 抛弃自己的东西 电影中 身处大漠的老一辈航天人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 用青春热血书写了中国航天的壮丽史诗 电影落幕 查彬彬拿出一落白纸 让美名官兵画出自己心中的太阳 对于我们驻守深山的火箭军官兵而言 平日虽然看不见太阳的光芒 但我们始终向阳生长 他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 挂在纸上的太阳 实际上是异常与心灵的对话 下是万家号描绘的太阳 与记忆深处的味道有关 记忆中 母亲最拿手的是鸡蛋面 每当假期返校或归对前 母亲都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浇上精心准备的番茄汤汁 配上青菜和香菜小料 再放上一枚煎蛋 金灿灿的煎蛋 带着母亲的味道 像极了一轮出生的小太阳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万家号 大学毕业后考入了家乡县城的事业单位 带着对军队的向往 他辞去工作参军入伍 成为一名火箭军战士 第一次走进大山 每日单调的训练 巡逻 直勤 让年轻的士兵有些沮丧 一次巡逻途中 万家号忍不住问班长崔亚克 班长 你在大山里守了十几年 到底有什么意义 望着眼前连绵的大山 崔亚克回答 等你走过足够多的山路 你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选择大山 去年年初 万家号在报纸上读到了边防斗争 一线官兵先进世纪的报道 戍边英雄们保卫祖国 不惧牺牲的精神深深撑撼着他 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再过几个月 万家号即将面临走流 值班任务前 他郑重地向党支部递交流队申请书 申请书中写道 守护 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排长程家为心中的太阳 是一封封书信上的邮戳 去年 程家为刚刚分配到部队 这是他第一次在山中过年 山里通话不便 正处在热恋期的女友常常抱怨 值班的日子里 程家为坚持利用空闲时间给女友写信 当年 他就是用这种最传统的通信方式 给女友写了第一封情书 这年除夕 千里之外的女友收到了满满一杯包的书信 信中除了记录部队生活的点滴 还有战友们坚守大山的故事 军人的浪漫在文字间流淌 读完信 女友给程家为打去电话 你守护大山 我守护你 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在辈分指挥长王孟隆心中 太阳是红色的点火按钮 高二那年 王孟隆通过电视 观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阅兵的盛况 雄伟的发射车通过天安门广场 各型号导弹整齐排列 战略军种的磅礴气势让他深感震撼 刚开始 王孟隆报名参军 家里人并不同意 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 他的成绩名列前茅 考上大学不成问题 面对家人的不解 王孟隆有着自己的坚持 我们这代人有了更多选择 那是因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他说 这份和平 需要有人去守护 入伍后 王孟隆跟随部队去过西北大漠 走过临海雪原 见过许多此前从未未见的风景 最让他难忘的 还是第一次按下点火按钮的经历 炽热的火焰喷涌而出 腾飞的导弹变成远方的一个亮点 天空中只留下壮美的弹道 那个瞬间 就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 王孟隆说 大山深处 一个个带着梦想与希望的太阳 从官兵的心中升起 这群助手在大山的火箭军官兵不曾发觉 坚守的日子里 慢慢成长的自己 已经变成了他人眼中的一缕阳光 夕阳把旧碎的最后一缕余灰洒向大山 灵星散落山脚的几户农家 早已挂起节日的彩灯 山剑里 一抹墨绿色的身影格外显眼 上市温坚与几名战友手持仪器 行走在半山腰上 今天是除夕 温坚要赶在天黑前完成这片区域的测绘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 打仗和准备打仗 这是温坚写在床头隔岩板上的一句话 测试阵地上 连长毛新正带领号手进行最后的流程串奖 值班市里 营部参谋田向荣摊开作战地图 研究战备拉动的行军路线 高级技师徐吕良准时来到车库巡查 他细致检查着每一辆战车的性能与储油量 确保号令一响 战车能够随时出征 整个带弹 随时带战 这是火箭军官兵节日期间的常态 山脚下 鞭炮声琵琶作响 吹噬班里 班长刘露锋正忙碌着年夜饭 入伍12年 过年只回过两次家的刘露锋 希望用自己的手艺 让战友们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都说放假过大年 忙坏吹噬班 在刘露锋看来 发射号手的站位在阵地 吹噬员的战场就在灶台 他说 虽然没能亲眼看见导弹发射 但让战友们吃饱吃好 就是我最自豪的是 机房里 通信女兵叶思雨同往常一样 手指在键盘上快速舞动 她的思绪随着电波飘向远方 2019年 叶思雨经过层层选拔 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阅兵女兵方队的议员 外部通过长安街 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这位年轻的女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豪迈 去年年底 她和恋爱多年的男友结婚 丈夫也是火箭军的一名军士 既是夫妻 更是战友 两人双双在各自站位上迎接新年 驻地相隔千里 但只要心里牵挂着彼此 路途就不再遥远 当电视机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进入尾声 教导员吴远航检查完战备库房 打算给家人打个电话 妻子李晓玲在驻地的疾控中心工作 这两年 抗议一线担子重 吴远航又是单位主官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 因为工作需要 李晓玲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戴着口罩 看着妻子脸颊上深深的印痕 吴远航有些心疼 短暂的团聚中 他会为妻子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与普通人相比 军人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蜜 更多的是默默无言的陪伴与相守 日子久了 每次出门互到平安成了两人特有的相处方式 春节前夕 吴远航又要去山里值班 他给妻子发去信息 叮嘱他一切小心 穿上军装 披上白衣 他们就不再只是丈夫和妻子 而是保护家园的卫士 守卫万家灯火 守护祖国平安 是夫妻俩共同的信念 山外的烟花绚烂夺目 吴远航拿起手电筒走出迎门 不远处的哨兵向他敬了个礼 简短的回复礼 有属于军人的平安 报告教导员 一切正常 这个夜晚 大山深处的各个点位 一声声一切正常的口令飘向夜空 平安由我们守护 这就是军人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有一种递手实力不服的 我ajan 粘